好,最後我們來說明 假設你今天用這個 New的按鈕 增加很多新的 增加很多新的這個物件 那這時候你怎麼樣把這些物件 通通把它給刪除 把它清除掉 那因為我們現在在Debug Mode 所以插作起來不方便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點掉 所以這時候假設弄了很多 這種東西 先把它放進去 改變顏色 然後也調整它的位置 就此類的 那麼這麼多東西 你怎麼弄掉它 我們現在來新增一個按鈕 新增這樣一個按鈕 隨便放個地方 那這時候我們把 假設把這個名字叫Reset OK 那這邊這個程式碼裡面先不用寫 OK 我們直接按套用 那接下來這個按鈕 我們把它的屬性打開 屬性打開 然後一樣來到了這個 全域JavaScript 不過 我們的目的是這樣 我們按了這個按鈕之後 我們要把所有東西都刪除掉 那這時候怎麼做到這件事情 按了這個按鈕之後 原則上 它會去執行 unclick這樣的一個 這個區域 我們這次要用的是JavaScript 所以底下這個地方要切換到JavaScript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必須要先 就是說先知道我們到底要殺幾個東西 我們之前是用這個sn 這個來記錄我們的流水號 所以我們目前已經有 曾經產生過14個 OK 那這時候 這裡面要寫什麼程式碼呢 我們可以直接把reset OK 好 這是一個JavaScript 那這reset其實是我們自己要寫的一個函數 好 自己要寫的一個函數 但是 我們把它 要把它放在這個全域的JavaScript OK 那這時候 你可以怎麼做呢 就是 在這裡面呢 在放一個 選一個位置 選一個位置 然後把 我們剛剛 自己放進去那個reset的函數呢 寫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 用function這個指令 這個關鍵字 然後打入reset 這個函數 OK 所以 這時候 我們這裡面加入一些適當的程式碼 好 那 當 這個 新的按鈕被按下去之後 它會執行 這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 就是我們現在要寫的這個地方 當然 你不一定要這樣做 比方說 其實你可以直接把程式碼 直接寫在這裡面 其實也可以 OK 所以有兩種模式可以寫 那我們這邊示範就是說 你這邊只要寫一行就好了 那把主要的程式碼放在這邊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開始去抓 我們到底產生過了幾個 幾個這樣的多邊形 我們剛剛說呢 它是由sn來記錄的 所以要先把這個數字把它抓出來 OK 那我們先把這個數字一樣 為了簡單起見呢 我們還是把它叫做sn好了 等於 ggbapplet 請ggbapplet去抓這個數字出來 所以我們要get value 這個函數 然後把物件名稱叫做sn的 這個物件 它內部所隱含的那個數字 抓出來 這時候呢 存在這個變數裡面 我們依然把它叫sn 好 那抓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從頭到尾一個一個殺掉它 所以 換句話說 我們怎麼樣去殺掉這些多邊形 事實上我們不需要殺掉它本身 我們只要殺掉去製作它過程裡面 它的中心點跟控制點就可以了 因為 多邊形都是由這個中心點跟控制點做出來的 事實上我們只要殺掉中心點就可以了 因為連控制點都是中心點做出來的 所以底下我要怎麼去殺它呢 當然 我們一個一個殺不是辦法 所以 在javascript裡面它有一個關鍵字叫做for 所以我們可以 for 從第0個開始一直殺到 目前這個sn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把它寫出來 所以 所以 在這裡面我用一個變數 用一個 ur i 等於 0開始 然後 這個index呢 它只要 小於或 等於 sm 就我們剛剛 抓出來這個變數 這要小於 所以我們是從0開始數 然後到sm 然後呢 每次增加1 所以我這邊是i++ ok 好 所以 這邊這個語法就是從0開始的 0 1 2 3 4 這樣一個一個跳 跳到最後一個 那這樣子跳 每一步我們要做的是什麼動作呢 就是說 假設我有找到 center 0 那我就把它殺掉 ok 假設我有找到center 0 我就把它殺掉 所以這時候 我把那個物件名稱呢 打出來 所以 物件名稱要怎麼打 我們這裡面 自己先 在外面先宣告一個 物件名稱的變數 我把它叫obj ok 好 那在這裡面 這個物件名稱呢 每一次都會變 所以 obj 我在這裡面組成 這邊呢 我用center ok 就是我們前面 這個 這一串字 那後面的編號 我們自己組起來 ok 組 把剛剛那個index 好 放進來 所以 當i是0的時候 它就變成center1 i是1的時候 變成center2 一次類推 好 那 那 ggb內部 到底有沒有center0 center1 center2 這時候我們要加入一個判斷 就是用if 用if 我們請那個ggb呢 ggb applet 它去判斷 ok 是不是有這些物件存在 那這次要用到一個指令 叫做exists exists exists ok 然後把obj的名字放進來 那 ggb就會去 它就會去尋找 看看有沒有這樣的一個物件名稱 所以 目前看起來我們是沒有center0 所以沒有center0 沒關係 ok 所以沒有找到 我們也不會去殺它 好 然後假設找到 比方說 這裡有center10 抓到之後我們就可以殺掉它 那我們在後面呢 就輸入 假設我有找到它的時候 那我把它殺掉 ok 這時候一樣叫gb applet 然後去殺掉它 這個指令就是delete object 好 那把那個obj的這個物件 把它給殺掉 ok 把它給殺掉 那這些指令基本上呢 我們都可以在 都可以在JavaScript的這個手冊裡面 找得到 比方說如果你要去 delete object ok 基本上你可以找到它 delete object 就是殺掉 有這個名字的那個物件 我們就把它殺掉 所以 我們現在再回來 那殺掉這時候 它就會從 第0個如果找到 就殺掉 一直找到 找到第1個 那如果你要加入一些 所謂的儲存訊息的話 我們其實 在這邊可以 可以 多加一個比方說 到底殺掉了幾個 那殺掉幾個 我們要怎麼去數它呢 我這邊多加入一個變數 我把它叫做count 剛開始是0 那如果我找到了 而且殺掉它了 那這時候呢 我就讓這個技術的 這個變數 自動加1 ok 好 那 整個殺完之後 我這邊可以加入一個 debug debug info ok 然後我們至於說 有幾個被殺掉了 好 所以現在呢 就說account 有這麼多個 ok 有這麼多個 objects 有這麼多objects 然後被我殺掉了 deleted 好 ok 好 那這就是 一個 我們的出錯訊息 當然這個出錯訊息 只有在 外面的 這個 debug mode打開的時候 才會出現 如果沒有打開 這個就不會出現 好 先我們按確定 按確定之後 然後我們再來 當然還有一步 非常重要的 忘記寫的就是 當你把所有這些物件 通通殺掉之後 那我們 最 原先的這個技術 就是物件 到底 產生了幾個 這個 如果你沒有把它射回0的話 那 意義實在是不大 所以 我們在剛剛的 這個地方 我們全部殺完之後 那我們怎麼樣把那個 sn射回0 這邊 我們用一個 指令 就是我們叫 ggbapplet 然後去 執行一個 ggb script 這是一個比較特別的 它的這個 JavaScript 它可以用 eval command 然後在這裡面 直接放 一個 ggb script 有點類似 ggb的指令列 直接下指令的意思 所以在這邊我們直接 就打入 sn等於 0 那這個效果 就相當於 我們在外面的 這個ggb的 這個指令列呢 直接輸入 sn等於0 把那個 這個變數 直接 修正 歸零的意思 好 這樣我們按 確定 因為我們改過 JavaScript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檔案你必須 再重新存檔 重新存檔 然後呢 再重新開啟一次 重新開啟一次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reset 這個按鈕到底有沒有用 ok 好 一次就把它們全部殺掉了 好 所以我們的 這個reset按鈕 就成功了